那我们大家一起读 以色列人因作苦功就叹息哀求 神听见他们的哀声 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好 从这个PPT开始呢 我会用两个颜色来表达 就是黄色呢 这个字 比如说哀声 大家看到吗 哀声这两个字 我后面挂号用橘色 就是西伯拉原文 好 大家有概念哦 括号的里面橘色的字 就代表西伯拉文的意思 好 那所以呢 你知道吗 这边的神 听见他们的哀声 这个神呢 他的意思 西伯拉原文是Elohim Elohim是什么 就是蒙约的神 那你们知道吗 这位蒙约的神呢 曾经跟亚伯拉罕立过约 对不对 那立约呢 总共有九个步骤 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立约 成功的 那立约人呢 如果听到伙伴求助了 在合约的那个要求呢 就是伙伴必须 一定要出手来帮助 所以呢 这整个经文呢 说的是什么 就是呢 以色列人呢 他做苦工 然后他就叹息 就哀求 对不对 然后蒙约的神 就听到了 蒙约伙伴 以色列人的声音跟叹息 他就 纪念的意思就是 想起跟回想 他就想起了 他就回想了 我曾经跟亚伯拉罕立过了约 那根据蒙约 他必须出手拯救 那我们今天呢 会讲很多的经文 那其实呢 都是神跟人立约的语言 所以呢 我帮大家 简单再复习一次 就是立约的过程 那如果呢 想要知道更详细的内容呢 请看之前的讲到 至死不渝的蒙约 好 那立约有九个步骤 第一个是什么 会交换外衣 交换外衣代表什么 你们彼此交换了身份 第二个呢 就是交换腰带 意思是什么 你们彼此交换了保护的力量 第三个呢 就是切开记物 意思是什么 我跟你换的生命 好 第四个呢 他们会让血融合 就是手 然后划一刀 然后有流血 然后两只手握在一起 血就融合了 代表什么 我们两个立了约 从此我们就是一体的 好 第五个会交换名字 交换名字 什么意思 就是成为同家族的人 就好像有人 结婚后会灌夫性 对不对 就表示说 我嫁到你家去了 好 那上帝呢 在他的名字 上面呢 也加了我们人类的名字 亚伯兰 他也是加了 嘿这个字 才会变成亚伯拉罕 嘿就是上帝的名字 对不对 所以呢 上帝也加了我们的名字 我们也加了上帝的名字 好 第六个 立约记号 立约记号呢 他的意思就是要宣告 提醒 说我们彼此是有立约的 第七个 就是要有见证人 就是要有公证的第三人 来确认合约 就是 我们彼此 确定有这个立约 好 第八个 吃立约餐 立约餐其实就是领圣餐 所以我们每个主日来 我们都有吃立约餐 我们领圣餐 我们就是在提醒 在宣告 上帝我跟你可是有盟约的 我是你盟约的伙伴 所以我一呼求 你就一定必须要来拯救我 好 第九 就是要设立纪念物 好 那通常呢 夫妻 结婚 盟约 通常呢 是用什么 婚戒 来当纪念物 对不对 那我们跟上帝之间的纪念物 是什么呢 就是圣餐 当我们领圣餐呢 我们就是在纪念 上帝和我们所立的约 那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 已经完成的工作 好 这是立约的九个步骤 好 接下来继续读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在使一样的灾秧 临到法老和埃及 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 好 这个灾秧呢 也是瘟疫这个字 5061的代码 那最后的一个秧灾 就是瘟疫 那你们知道最后一个秧灾是什么 就是食灾 就是投生的都要死 这个瘟疫 就是有一种瘟疫 是杀长子的 在那个时代 好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读 约到半夜 凡在埃及地所有长子 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 好叫你们知道 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 好 这边投生的牲畜 它的西伯来文是动物 那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无论是杀家畜的瘟疫 或者是杀长子和投生动物的瘟疫 圣经有提到一个字 常常出来就是分别出来 所以你要知道哦 当瘟疫来袭的时候 你自己和你的家 你的牲畜 你的产业 是被耶和华分别出来的 是被保护的 就是别人会种 但是你不会种 你们全家都不会种 这样了解吗 因为你是被分别出来的 好 那如何面对瘟疫呢 第一个刚才有讲 就是你要知道你们全家哦 不是只有你是被分别出来的 而且瘟疫是会越过你家的 第二个就是你要安息在神 写约的保护里面 第三个就是神说什么就做什么 那我接下来就要来解释这三点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出啊 集记十二章 个人要按父家取羊羔 一家一只 黄昏的时候把羊羔宰了 各家要取点血 涂在吃羊羔的房屋 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 好 你们发现以家为单位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一家呢 人太少吃不了一只 就要和隔壁邻居 共取一只 那圣经有说 要选一岁 没有残疾的羊羔 预表什么 就是没有瑕疵 无罪的耶稣 为我们而死 那我们就吃了耶稣的身体 好 我们继续来读 那夜我要寻行埃及地 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 无论是人 是牲畜 都击杀了 这些要在你们的房屋上 做记号 我一见这些 就越过你们 我击杀埃及地 投生的时候 灾殃 必不领到你们身上 好你们看哦 血要做记号 对不对 瘟疫来的时候 血会成为一个 很明显的记号 就是上帝跟他的使者 会看到 所以呢 瘟疫就会越过你的家 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这个栽秧 这个字也是瘟疫的意思 所以呢 我们如何面对瘟疫呢 就是呢 你要真的知道 你和神 是有盟约的 那耶稣的血 就是你 立约的记号 好 那记得刚才 我有说 就是立约的步骤 第六个步骤 就是呢 立约的双方 要留下立约的记号 就是宣告 提醒 彼此的盟约 所以呢 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 我们就是 以血 为记号 告诉 上帝说 我跟你可是有盟约的 所以呢 瘟疫来袭的时候 这瘟疫会 从我的家族中 越过去 不会领导我们 好 所以呢 瘟疫会越过 用血 为记号的家庭 那我们 就是 用血 为记号的家庭 这样了解哦 我们继续读 到了半夜 耶和华 把埃及所有长子 及一切投生的牲畜 尽都杀了 法老招摩西说 带以色联出去 连羊群 牛群 带走吧 他领自己的百姓 带银子 金子出来 他支派中 没有一个软弱的 你看到诗篇105篇 在讲的就是 当时的状况 就是呢 神呢 后来就把 大约200万 的百姓 就带出来了 这些人呢 还带着金子啊 银子啊 出来 而且呢 他的支派中 这200万人 没有一个是软弱的 软弱的 希伯来原文就是 很虚弱 跌倒 满山 然后走路不稳 大家都记得吗 我们在春节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春联 那旧约呢 刚才有讲说 逾越节的时候 他们要吃羊羔 然后呢 门框上要涂血 对不对 那其实呢 在新约就是 领圣餐的意思 他就是预表了 新约领圣餐 好 那在这个当中呢 他同时也表示什么 就是呢 我们在进行 写约的第八个步骤 大家记得什么 就是吃 立约餐 对不对 好你看哦 逾越节当天 大约有200万个人 这些人呢 都是被鞭打的 做苦工的奴隶 他们有的是老的 有的是生病的 有的是受伤的 可是呢 当他们 全家一起吃了羊羔 之后就怎么样 立刻两腿有力 身体就健壮 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他们可以立刻的站起来 他们可以背着家当 他们可以带着牲畜 他们可以长途跋涉 对不对 这么的健康 我们后来知道 他们走了很多年 40年 对不对 好 所以他们健康的 他们可以走40年 而且还可以逃脱了 那个埃及法老的追兵 好 那如果呢 圣餐的影子呢 就有这样的效果 更何况我们现在 拥有的是圣餐的实体 所以耶稣说 圣餐的柄 是什么 他的身体 为我们剥开的 那圣餐的杯 是他的血 和我们所立的约 所以呢 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 你心里就一定要知道 我们一定会比 这200万的以色列人 更健康 所以呢 当瘟疫来袭的时候 我们领圣餐 我们就是在宣告跟提醒 我们已经在上帝 保血的盟约中 我们是以血做记号的家 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 瘟疫不能靠近我们的家 谢谢你播出宝贵的时间 我是香香牧师 我想邀请你 跟我做一个祷告 给自己一个机会 让耶稣成为你的主 让你的一生 都有天父爱你 亲爱的耶稣 请你住在我的心里 做我的救主 生命的主 谢谢你赦免了我所有的罪 从死里复活 使我称义 亲爱的圣灵 恩宠 恩宠 感谢观看